你们全都是没用的东西 三番四次也抓不到那个女人萧茵 现在又陪上阿提纳 你们说我怎么向我父王交代 大公主 你说是谁杀了阿提纳 是个年轻人 剑法高强 但是老衲也不清楚他的来历 你们两个加上阿提纳 是号称匈奴三大高手 现在来到中原 却被几个救养犯贷打成这样 你们就连一点忏悔之心都没有吗 小王爷放心 我 我就是拼了老命 我也要为阿提纳暴冲雪恨 胡言 你知道那年轻人是谁 属下听了打鼓索的描述之后 感觉到这个人好像就是人城游侠的郭姐 郭姐 是郭姐 此人激进灵敏 武功又十分高强 的确是个很难对付的人物 你现在是怎么搞的 连你也说这些没出息的话 是不是阿提纳的仇就不用报了 仇当然要报 但是不能应聘 什么意思 属下想到了一条借刀杀人之计 不动一刀一枪就能替阿提纳报仇 说来听听 小王爷虽然失去了秘纸 但是无人能辨别秘纸的真假 所以我们不妨多伪造几份假的秘纸 把内应之人的名字 就写成郭姐的名字 然后盖上我们的御印 想办法把秘纸送到大汉皇帝的手中 这样一来 郭姐就是有十张嘴 也得糊里糊涂地去做替死鬼 郭姐一死 阿提纳的仇不就报了吗 同时小王爷您丢失秘纸的隐患 不就一并解决了吗 傅舅 설� stop 好极好极 你马上就行 立即派人返回匈牧 多做一些假密指挥来 是 属下立刻去办 好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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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大人 郭老弟 郭大侠在吗 我大哥没在 你先进来说话吧 来 昨天晚上一晚上都没有回家 该不会出什么事吧 那就糟了 昨天晚上街头发生了血案 死了好几个人 我担心郭大侠会不会出什么事情 什么血案 好像不是一般的江湖斗 是一帮外邦人 据报还死了好几个女人 可是我去的时候连尸体都不见了 如果你见到郭大侠 请他与我见上一面 在下功务在身 放辞了 好 杨大人慢走 站住 你要去哪儿 你还嫌你惹的事不够多吗 光天化日之下 你要出去杀人不成 给我老师在家待着 哪儿都不许去 回屋去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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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coo 特发 是 你 你 钟 开大眼 你是说怀疑国际与奇俗有关吗 正是 那国际像是听到了什么风声 转弯末脚地向我打听你的底细了 他问一些什么呢 他先问 营件些什么的 秀使一向是在南方活动 怎么突然来到了京城 后来又问 营件秀使与太极门有何渊源 怎么突然又进了太极门呢 还问了一些其他琐碎的事情 似乎怀疑到了 你与九龙被失窃有关 还有那个京城第一名记花如梦 就更不是一个一般的人 他主动向我示好 并对韩兄弟表达了十分的推崇之意 他还说了些什么 他说营件秀使虽然是一只老狐狸 但是老谋深算 胸有拳击 倒是个很好的合作伙伴 青楼之中竟有这等神奇女子 在下倒想见识一下这京城第一计 到底是何许人也 机会马上就来了 近日之内他就登门拜访 特地来看望你韩兄 樊兄啊 礼多必诈 你也别想他那么天真了 哦 韩兄的教会自然有理 陆某的想法有时是很天真 还请韩兄见谅 哪里哪里 你我合作必然要推心致富 这样才能共谋大事嘛 至于这个京城第一名记花如梦 他要来就来吧 我们见机行事就是了 陆某一切听从韩兄的安排就是了 请 好 谢谢 来 大姐 昨天晚上门口的一场大战 我才究竟领教了郭姐的剑法 确实是精辟至极 但有个疑问 什么疑问 他的剑法好像跟我的剑法一样 通源自一处 这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你的剑法是家传的 外人是绝对不可能用的 说是这么说 但你有没有想过 自从父亲离去之后 我师父至今下落不明 相家的所有剑法 都是由师父传授的 你是说 你师父跟郭姐有过接触 嗯 要真是这样的话 那可就糟了 师父是祸 我也弄不清楚了 谁让萧姑娘离开这儿的 是我 我就知道是你 就因为你的任性 伊亚和塔利斯都被匈奴人杀了 你知道萧姑娘也受了重伤 我好不容易才把她给救回来 可你 郭大哥 你就别再骂我了 我也不是故意的 骂你是轻的 我还想打你呢 那你就打我一顿好了 好 我知道 她是金枝玉叶的郡主 我又没有人挨 没有人疼 你心疼她们 没有关系 你只要一句话 我可以把命递给她们 大哥 你也别怪她 其实你应该知道 她从小就很崇拜你 喜欢你 她还不是怕萧莺姑娘把你给抢走了 小姐 你好像有西事啊 是在想郭大侠了吧 我谁都不为 要为 是为自己的命运 还有负担在身上的责任 小姐 有句话 巧月不知该不该说 你说吧 小姐 这世间 只有郭大侠才配得上你 你要勇敢一点 把她抢过来 把她抢过来 你说什么 把她抢过来 是的 小姐 你的心事 只有巧月才看得出来 而郭大侠 他是个重情重义的好男人 你要努力 再对她好一点 肯定不会辜负你的 真的 小姐 小姐 郭大侠回来了 人呢 到萧姑娘那儿去了 萧姑娘 醒了 你看我给你带什么来了 这是在京城里 最好的包子铺里卖包子 你闻闻 香不香 香吗 香 刚才丫头已经送一碗鸡汤来了 我现在已经不饿了 你看 你伤刚好 应该多吃点东西才对 才能养好伤了 来 大哥 你几次救了我 你对我这么好 我要怎么报答你呢 江湖中人 哪来那么多讲究啊 我不是什么江湖中人 我可是大月之的郡主 童主 好事吗 那多吃点 好 大哥 你难道真的不明白 小月的心吗 郭大哥 我有句话想问你 什么 说吧 你觉不觉得那个花姐姐 对你挺好啊 她是对我很好啊 那你为什么对她 我对她也很好啊 你骗人 我是想说 花姐姐在你心里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啊 你说嘛 你说嘛 郭大哥 你说嘛 她是我的好朋友 也是我的师妹 她是我的好朋友 那你为什么喜欢我呢 我是觉得 这两种喜欢不太一样啊 有什么不一样的 我现在是问你 为什么喜欢我 你觉得喜欢一个人 需要理由吗 你觉得喜欢一个人 需要理由吗 你觉得喜欢一个人 需要理由吗 我认为你 是我的 我认为 你觉得喜欢一个人 我认为 你喜欢一个人 并不得 我认为 我认为 你解决了 你 我认为 你们想要 我认为 你 这个人 我认为 没有 这些人 我要要认为 他现在正在帮韩儿忙活着呢 也好 那非贼武功高强 这个案子不管是换了谁 在限期内怕是破不了案的 韩儿明白这个道理 善儿 你要切记为父的话 凡事千万不可逞强 要慢慢恢复皇上对你的信任 韩儿明白 对了 你昨天问我的那个 叫什么韩通的人 为父想了一夜 还是没想起来 父亲 这件事情就不要再提了 孩儿告退了 小姑娘 她们的阴魂绝不会随风飘逝 我们一定要报仇 放个告慰他们的在天之灵 谢谢你 花姐姐 江湖儿女志在千里 我也希望你早日复原 望迹哀伤 早日把凶手斩于剑下 再来祭拜你的两位好姑娘 是啊 话不能说得没错 过兄 不必这么认真 小妹有事就不与你们同伴了 花姑娘要去哪儿 太极门 我跟你一块儿去 现在还不到你出马的时候 多安慰一下萧姑娘吧 你们是 禀告你们掌门人花如梦已到 掌门人说了等的是一位姑娘 姑娘就不可以女扮男装吗 真是少见多怪 江湖后进花如梦 见过路掌门人韩大侠 花姑娘 请入座 千万 你就是花如梦 不错 在下正是 天堂有路你不走 地语无门自来投 拿下 好 全部退下 好胆量 有定力 花姑娘果然是名不虚传哪 女中豪杰 在下佩服 陆掌门 对不起了 刚才让你受惊了 哪里 哪里 也请花姑娘恕在下失礼 好说 韩大侠心思缜密 号令如山 像你这样的人 才是真正的领袖人物 在下真是不胜敬佩 好 请 花姑娘请先喝一杯 我们刚摘的茶叶 然后我们再谈 既然来了 那就得听韩大侠的安排 是不是 请 姑娘 女侠 里边请 小二 没有空位子了吗 没有了 女侠 您看 每张桌子都坐满人 里边就剩一位了 请女侠里边就坐 请坐 女侠 女侠 您要吃点什么呀 来一份一样的 好的 您坐着 霍姑娘 在下扬膳 怎么 不认识了 认识又怎么样 不打招呼不行吗 姑娘说的话有道理 怎么 没见到郭大侠 什么郭大侠 李大侠的 你没长眼睛啊 你没看见就我一个人吗 看来在下真的是没长眼睛啊 你没长眼睛啊 你没长眼睛啊 客官 您慢走啊 慢走 欢迎下次再来啊 二位 里边请 坐 霍姑娘 郭大侠这不是来了吗 杨大人 刚才小妹失礼了 现在敬你一杯酒算我赔罪 霍姑娘 不敢 不敢 小玉 杨大人 你们怎么会在这儿啊 杨大人 小玉 杨大哥请我喝酒啊 杨大哥 既然郭大哥也来这里了 我们说话自然就不方便了 不如小妹请客 咱们换个地方再喝吧 小二 结账 好嘞 小玉 杨大人 这是 杨大哥 快走啊 花姑娘 那你是不是再谈一下郭姐的可疑之处呢 首先 郭姐的身世本身就是个名 两位前辈试想一下 江湖上每一个武林高手 哪一个没有他们的出身来历 偏偏郭姐就没有 没爹没娘 无家无业 像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你们不觉得可疑吗 其次 要说郭姐的武功 确实已经到了十分精妙的境界 看起来简单明了 实际上却是渊博复杂 深不可测 但奇怪的是 他又不属于任何一个门派 更没有人知道他的师父是谁 他的武功又是怎么练出来的 关于这一点最容易让人联想的是 他的师父就是那本遗诗多年的奇书 对 有道理 对 有道理 第三 江湖上最近冒出了一个名为山盟的秘密组织 虽然行事周密 活动小心谨慎 但势力扩展却十分迅速 不知韩大侠是否听说了 听说了 听说了 而据小妹所知 郭姐她与这个山盟组织关系密切 很可能她就是山盟的首领 山盟首领 真的吗 是不是真的我们暂且不去说她 小妹只是想问问两位前辈 假如郭姐没有奇书 苦练进攻 防守剑法 熟读射局 破局之计 她能有如此广大的神通吗 花姑娘分析得非常有道理 可是我想 就算郭姐拿到奇书 她一定是藏在她认为最安全的地方 那么我们有什么办法把她给骗出来呢 九龙碑 九龙碑 只有用九龙碑为耳 才能调出那部奇书 花姑娘真是奇人哪 你现在越说 我内心越激动 那你来说说 我们现在要用什么方法 把她的奇书要出来呢 要钓一条大鱼 千万不能着急 我们必须一步一步地来 否则就把鱼吓跑了 来 干 霍姑娘 你不能再喝了 你已经喝醉了 谁说我喝醉了 我清醒得很 杨大人 我忽然觉得你这个人蛮不错的 你成亲了没有啊 在下仍然是孤身一人哪 那就奇怪了 你为什么不追求我呢 我的条件差吗 霍姑娘 你的条件真是太好了 谁要是娶了你啊 那真是太有福气了 不过我听人说 在你的心中只有一个郭大哥 再也不会融下第二个人是吧 谁说的 我一定融给你看 来 喝酒 霍姑娘 你不能再喝了 你不能这么喝 你这么喝就会喝醉的 你们都不是好人 这个世界没一个好人 霍姑娘 你已经喝醉了 走吧 我送你回去吧 我不回家 那 那你要去哪儿啊 你给我找个地儿 去哪儿都行 就是不回家 不回家 就是不回家 小二 这儿 这儿有住的地方吗 有 客官放心 没问题 霍姑娘 起来 我送你去住的地方 我已经给你安排好了 来 来 火大哥 是你吗 小玉 是我 你不会再离开我了吧 不会 我永远都不会离开你 爱情 外家 你看 这平阳公主作画的模样 是不是有些大师的风范啊 皇上 臣这几年一直领兵在外 怕公主寂寞无聊 于是呢 就请了一个画师教她作画 没想到公主天资敏讳 只画了这一两年呢 就已经画得有模有样了 瞧你这话说的 臣领兵在外 爱卿 你是不是对朕有些意见 皇上 臣 别介意 臣跟你开个玩笑 不过 匈奴一日不除 朕就一日不安哪 回皇上 微臣已经准备好了 只要您一声令下 弟兄们就会义无反顾地奔赴沙场 踏平匈奴 只有灭了匈奴 爱卿才可以真正地和平阳公主 好好享几天轻福啊 是啊 皇上 今天我们不是来看平阳公主 给我画像的吗 我们怎么又聊起国家大事来了 爱卿啊 陪朕过去走走 好 娘娘 请 皇上 臣妾进去看看 画得真好啊 皇上快来看啊 画得多好啊 哦 连皇后都说画得好 朕也忍不住要看一看了 哼 画得果然不错呀 朕要把这幅画保留下来 谢皇上 对了 爱卿 如果你能说出一件让朕高兴的事情 朕就把这幅画赏赐给你 这还不简单 郭姐追查九龙碑一案 已经有眉目了 我想过不了几天 九龙碑就会回到皇上的书房里 哦 这郭姐这么神通广大吗 如果皇上不相信的话 我可以让郭姐当面向您保证 不 朕另有打算 乱提订 agriculture 你醒了 你醒了 ignan 你醒了 obstring 那 小玉 你别害怕 我不会伤害你的 哦 洗脸吧 你 你把我怎么了 小玉 其实我一直都很喜欢你 只是没有机会向你表白 今天是天空作美 谁让你喜欢我了 你明知道我喜欢的是郭大哥 为什么还要对我这样 那你为什么还让我陪你喝酒呢 谁跟你喝酒了 小玉 你现在后悔也没有用了 不过你放心 我杨善也是个男人 我会负责任的 我一定会娶你的 我会一生一世对你好的 谁让你负责任 出去 快 我再也不想看到你 滚 我再也不想看到你滚 你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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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滚 滚出去 出去 出去 滚 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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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滚出去 我看不用再疗伤了吧 我都已经全好了 你听我说 要想彻底驱除你身上的寒气 还得游几次 要是这样的话你也太伤身体了 我没事 把手伸出来 我来帮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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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帮你 我找个手 但我去 quantities 上一次九龙碑失窃的时候 我有公务在身 所以对两位公公有点疑心 还请两位公公害寒 哪敢呢 多位大人 多位大人还有什么事吗 刚才皇上跟魏大人他们说些什么 是不是说到九龙碑的事情 没有啊 再说皇上跟将军即使提起这件事情 小的们也不敢随口乱说呀 多位大人您还是去问问皇上吧 不要为难小人 是 两位说得很有道理啊 有句话我想提醒两位 这朝廷里面高深莫测 有句话叫做持食物者为俊杰 你们两位以后小心着点 是是是 听出来没有 都位大人在威胁咱们俩呢 咱们以后躲着点 这个人不好惹 咱才不怕的 小心撑得万年船呢 郭大哥 郭大哥 大哥 你交代的事已经办好了 哦 这么快 那当然 你交代的事吗 弟兄们全都出动了 已经找到了学音教聚会的地方 对 兄弟们都到齐了 对 你怎么办 让你去 对 不 我 不 还要去 我 你怎么办 我 你还要去 你怎么办 哥哥 顾大哥 郭大侠 您来了 方才卫大人还在问你呢 他人呢 在里面 要不要小二带你去 不用了 你忙吧 卫大人 郭大侠 没想到这么快就到了 我还以为找不到你了 来来来 我给你引荐一位朋友 这位是龙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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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坐 卫大人 你今天找我来 不仅仅是为了介绍一位朋友 不好意思 如果郭大侠不方便的话 我们还是改日再见面吧 郭姐 今天找你来肯定是有事 不管有天大的事 你也先跟我坐下再说 好 龙先生 我和卫大人是好朋友 郭姐 龙先生是自己人 请不要见外 既然龙先生是卫大人的朋友 当然也是我郭姐的朋友 好 郭大侠果然是爽快之人 郭兄 上次相托帮我调查 大内失窃的事情 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新的线索 线索倒是有一些 说说看 龙先生是自己人 但说无妨 大内失窃的那个九龙碑 不是一个简单的盗窃案 其中还隐藏着巨大的 不为人知的秘密 据说 这九龙碑 跟传说中的那两部奇书有关 而且盗宝者呢 是一个武林高手 那既然已经有了人犯 为什么不报官府 把他抓起来呢 看来龙先生 应该不是江湖中人 所以呢 应该对江湖上的事 知之甚少 你想想 如果那个盗宝人 能够轻而易举地 闯入戒备森严的皇宫 那些皇宫的守卫 根本不可能挡得住他 除非是县长人赃俱获 如果让他跑了 再想抓住他 那可就难了 是啊 真是有道理啊 魏大人 是不是很有道理啊 是啊 还真是很有道理 郭大侠 既然说了这么多 不如就请郭大侠 再说点江湖上的奇闻去世 也好让我们龙先生 开开眼界 好 今日得见我们就是有人 再向乌鲁寡闻 还请郭大侠 多讲一些江湖上的奇闻异事 给我听 龙先生 听说过玄音教这个名字吗 玄音教 未曾听过 玄音教是一个很诡秘的帮派 他帮中的弟子呢 只在晚上活动 他们的身份高低 都是按照级别来区分的 有阎罗王 生死判官 勾魂使者 还有牛头马面等等 以前是在云贵一带活动 可不知为什么 最近在京城活动了 天下竟然有这样的帮派 真是荒诞不经文所未闻 郭大侠 可不可以带我一开眼界啊 龙先生 你要和郭大侠一块去嘛 对啊 万万不可啊 有什么不可以的 我自幼就学过武功 再说了 有你和明满京城的郭大侠在旁 还会有什么差错吗 龙先生 此事非同而戏 别再说了 我已经决定了 非去不可 魏大人 既然龙先生想去凑热闹 为什么不呢 龙先生 请 请 动手 如果郭姐那小子 真的喜欢你也好 可他偏偏喜欢别人 是那个萧殷郡主 这个女的 杀了赐给你 你爱怎么整个都无所谓 可是 你要让他剩一口气 有人在河边 看到一群衣着奇怪的人 他们把霍姑娘给带走了 看来这次 我真的要打开杀戒了 Kerengos yik ryoik ryoik ik ryoik yik ryoik 忘不了你的眼神 卷起漫天风云 穿过回忆的石林 寻找岁月的伤痕 忘不了你的眼神 打开思念的星梦 听到花开的声音 用多久繁华青春 这错误的指引 月份各有原因 因你的花魂 人生和来缘分 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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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词曲 杨茜茜 词曲 杨茜茜 曲 杨茜茜 词曲 杨茜茜 中文字幕——YK